2022年11月30号 玛丽亚基金会特别在台中市中央书局 举办庆祝Mary Young快乐瓦 荣获2023台中市十大伴首领三冠王记者会 跟玛丽亚青年艺术创作展开幕茶会 玛丽亚基金会希望年底前能够达成销售一万盒的目标 呼吁社会大众一起以实际行动 支持喜爱绘画创作的曼菲天使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我们的障碍青年 可以将他的话跟社会分享 让他做社区融合 那我们也透过这种社会企业的设计 把能够赚的一些钱 可以再回头投入我们的弱势的服务方案 台中市工商发展测进会总干事黄鱼山 今天也特别到中央书局的创作展现场 黄鱼山表示 Mary Young快乐瓦有环保无独的制作理念 再加上台中市旧城区的著名地标跟可爱缤纷的图案设计 非常适合购买当作圣诞礼物 让穿好袜 做好事的精神 融入生活变成一种新时尚 所以我想这最浓厚的台中卫 也带给他们一个获得评审青睐 还有市民朋友网路票选 现场朋友投票 为什么会得到最高票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非常开心 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不仅让小朋友代言了我们的快乐瓦 也代言了台中 今年圣诞节推出的旧城新故事 Mary Young的老派约会快乐瓦主题领盒 11月1号在募资平台开放预购 两星期就突破百万的销售佳击 11月30号也在台中市中央书局正式开卖 一次贡买ABC三组礼盒只要566元 还加送限量T恤一件 玛丽亚基金会希望募集到500万 作为开袜子店的营运基金 邀请民众一起响应支持 加入善的循环 记者萧又金萧朝全台中报导